字幕已有盡力,真相還差一點 Hello 大家好,我是Stanley 士旦尼 歡迎收看共建海外香港的第七集 揭開鏗槍集別讓指落真相沉沒之謎的 Part 3 Taser X26 雷射槍破馬酸立雙對輪 在2月1號鏗槍集別讓指落真相沉沒 裏面有三大謎團 其中兩個由法庭專家證人鄭旭奇 所倡議的八秒之謎和矮場陷阱 而另一方面馬酸立雙法伊就倡議一個叫相對論 稍後Stanley 會和大家逐一揭開 關於鄭旭奇的八秒之謎 Stanley 說到假設CCTV閃光圖是指落對腳 是一個錯誤的解設 而那張閃光圖應該是防暴警的射燈所造成的 至於矮場陷阱之謎 在上一集Stanley 和大家說 如果當矮場突然升高30厘米 即是矮場背後就有危險 特別是中空位置 今日Sunny 再補充多一點 就是叫大家翻查一下上德停車場的三樓 過去這麼長的時間 究竟有沒有發生過一宗 由三樓停車場五度 到二樓平台的事件 又或者發生了周梓樂這件事 停車場的物業管理 有沒有將三樓的矮場圍牆增高 如果兩方面都是沒有 那就只是一個反正 證明那個矮場1.2米 是有足夠的防禦性 至於在上條片的結束時 Stanley 叫大家特別留意 在2019年11月5日 《九線新聞》 那位願意接受訪問的陳先生 這位陳先生接受訪問時 不用戴面罩 和亦無需打格仔 是唯一一位說三樓停車場的矮場 令到他有個衝動 以為矮場之後是一條行人 想跨過去 Stanley 就覺得這位陳先生 實在太有貓意 希望梓樂的爸爸周先生 能夠問問有線電視 看看能否得到陳先生的資料 又或者翻查CCTV 看看2019年11月4日 凌晨0.58分鐘 至凌晨1點02分的片段 究竟這位陳先生有沒有出現過 Stanley 真是覺得 這位陳先生是一個很大的線索 可以幫梓樂的真相浮出水面 總結過去兩集 揭開紫樂之謎 關於法庭專家證人鄭旭旗 去那兩個假設 8秒消失之謎 和矮場陷阱 一句講完 四個字 不知所謂 但相對這條片 這位馬遜立法醫 她的重量級相對論 真是讓Stanley 想了三日三夜 讓我們先看片 看看Stanley 有沒有辦法幫大家破解 政府法醫報告指出 在周紫樂體內 檢測不到和催淚煙或胡椒噴霧相關的成份 行人路這個位置高4.3米 她墮下之前究竟是否清醒 伊麗莎白醫院急症室醫生 梁子恆當晚為周紫樂急救 她認為周紫樂在墮下前 可能已經不省人事 因為正常人跌倒 或者從高柱墮下 手腳都會有乳傷或骨折 據伊麗莎白醫院的電腦掃描顯示 周紫樂的傷勢主要集中在右邊身 頭部傷勢最重 也是致命傷 右方獵骨、蝶骨、拳骨和枕骨 都有不同程度骨折 腦底骨折亦嚴重 顯示頭部受到外力之大 令骨頭也抵受不住 港大醫學院病理學系港師 資深法醫馬酸立 在庭上說周紫樂墮下事 身體要橫才可以造成頭骨和盆骨的傷勢 獄襲的機會亦好未 拌勻一個人 你也要拌勻多大力才行 會不會這麼巧合 兩個位置都這麼準確 當然我不可以絕對回答 沒有可能 不過很難做 所謂馬酸立的相對論 在死因裁判庭 一方面 馬法醫就說到 要造成右邊的頭骨和盆骨同時受傷 紫樂墮樓時去的身體是必須要橫向 Stanney 就給了一個特別的名詞 就叫做橫墮論 而橫墮論的implication 即是說去墮樓的姿勢是絕不自然 就正如馬法醫所說 即是說需要第三者 他力地放下去 你要人幫你推下樓 就像當晚為紫樂進行急救的 在伊麗莎法醫院梁仲恆醫生所說 指落在墮樓之前已經是不省人士 一般人對於造成不省人士 都會聯想到那個人 是被人用硬物 好像磚頭或者警棍去搏濕搏暈了 這個想法也是馬酸立法醫所認為 所以當他補充的時候 既不反對 指落墮樓前已經昏迷 但同時都提出了一種叫做巧合論 他說如果一個由平面打下去 打到那個人暈了 而之後被人推下樓 要將第一次受力的位置 扔到地面的時候 又要剛巧去同樣的位置 那他就說要非常巧合才能做到 是要很有計劃 這個意思即是說難過中綠合彩 由於馬酸立法醫 在早前陳彥林哥死因裁判庭 他就指出那條浮屍 那兩邊廢的息水量是不同 就證明了那條浮屍 在入水之前已經死了 所以當馬酸立法醫講到這個相對論 Sanny 就用了好幾晚的時間 去思考究竟一個人 在未墮樓昏迷之前 究竟是有什麼方法 令到他全身是沒有乳傷 特別是頭部沒有受到 好像磚頭或是警棍 被人搏濕而暈倒 這個意思即是說 如果紫落在當晚墮樓前紛紋 而不是由警棍或磚頭所造成 那我們就可以破解到 馬酸立法醫所講的巧合論 即是說由始至終 都是一個重力在他的頭部 而那個重力只是由橫墮論所造成 即是右邊的頭部和那個盆骨 是唯一一個落地的受力點 而不需要巧合 好像中了六合彩一樣 兩次的重力受擊都是同一個位置 好現在就讓我們一起去想一下 究竟有什麼方法 是可以令到紫落在墮樓之前已經昏迷 而令到他身體是沒有乳傷 特別他的頭在墮樓之前 是沒有受到磚頭或是警棍去重力搏運 好在這幾天 Stunny想了兩個方法 可以令到紫落在墮樓之前 身體是可以沒有受到任何乳傷 特別是頭部沒有受到好像磚頭或是警棍 被人用力去搏運 但是依然會昏迷 在左手邊的截圖 報紙裏面的大肥佬 就是現在朝鮮人民共和國 最高領導金正恩的哥哥金正南 他在2017年2月6日 他在馬來西亞的吉倫坡國際機場2號客運大樓 準備登機前往澳門的時候 突然遭到兩名女子襲擊 之後就感到不舒服 最後送院途中死亡 而當時那兩個女子就說有人 要他們跟金正南玩 走到金正南面前向他們噴些液體 整鼓整鼓 這是一種方法之一 是可以令到一個人昏迷或死亡 女人仔都可以做到 而不會令到對方身體有任何的瘀傷 也不需要用磚頭警棍地把人搏濕 不過Stanney認為這個方法 是不適用於紫落身上 原因紫落當晚是一個吹瘦人的裝束 頭戴帽、眼鏡、面上有口罩 所以如果有人要向紫落的呼吸道噴上 有毒的迷魂劑就相對不容易得手 但在法醫報告中 他們應該會查到 究竟紫落有沒有受到毒物進入呼吸氣 就正如毒理科的報告 說到沒有發現紫落的圍體裡 有任何的催淚彈或胡椒噴劑成分 即是那些叫做CS氣體和CN氣體 但至於右邊的截圖 那一把名為叫做Tazer X26的雷射槍 就絕對可以破解馬酸立的相對論 即是說紫落墮樓之前已經是昏迷 而她的身體是沒有明顯的瘀傷 即是沒有受過掙扎和人搏擊 而最重要她的頭部也沒有受到 好像磚頭或是警棍被硬物搏過的情況 Stanley 首先都要太頭盔 Stanley 不知道Tazer X26的檢驗方法是難定義 也不知道死因裁判那班法醫 究竟有沒有進行這一個檢查 但只是想說Tazer X26是其中一種方法 可以令到一個人昏迷而身體是沒有受到瘀傷 更加不會令到當事人的頭部受到重擊 根據威克森林浸訊會醫學中心 Wake Forest Baptist Medical Center 博之曼 William Boseman 的千人Tazer研究報告 在那一千個受過Tazer X26的個案當中 99.7%即是997個人沒有受傷 亦都沒有輕度的刷傷和瘀傷痕跡 這個意思即是被Tazer X26射到的人 絕大部分的人都不會留下身上瘀傷痕跡 但當中仍然有三個人是傷勢嚴重需要入院 最後有兩個人是死亡 Stanley 記得十年前在澳洲認識 就好像在King Cross那些酒吧區 不知道是喝了酒只是吃了藥物 然後就很亢奮把衣服都脫了 在街上亂走 最後的警察就用Tazer射去 好像射了七槍之後 那位巴西遊客最後都是死了 這個意思即是用Tazer去制服人 是相當有效 絕大部分都不會死人 只是如果那個人是有些心臟病的問題 就令話 究竟子洛是不是受到Tazer X26的雷射槍擊 二次去奔迷 Stanley 確實不是很清楚 但這絕對是其中一種的方法 可以令到當時人被制服 而身體是不會留有明顯的瘀傷 講到這裏 Stanley 都要給一個 remark 是指下的驗屍報告 全身有25處的刷傷和瘀傷非常細小 並強調與死因無關 同樣Tazer X26主要是用來制服人 而不是射死人 回到那25處的鼠傷 其中有一個位置是很特別的 是在子洛的左手右邊的掌心 這個謎團 連馬酸納法醫都搞不清 正如在庭上令的一位女法醫 郭卡奇醫生就這樣說 她說那個瘀傷是一個身近的傷口 但與墮樓是沒有直接的關係 Stanley 時時幻想 究竟是否當子洛中了第一槍 跟著行空者繼續用Tazer去射去的時候 子洛嘗試用左手在很近的距離 去接觸那支Tazer X26的雷射槍 而造成那個瘀傷呢? 講到這裏 不知道大家有什麼 comment Stanley 就真的好希望 這三集揭開子洛之謎 能夠給到子洛的父母 少少可以令到子洛真相浮起 大家繼續努力 多謝收看 拜拜